印度式射新型反辐射导弹的双脉冲火箭发动机之外,主被动银河导引头,也是印度新型反辐射导弹的亮点。 传统反辐射导弹,采用的是被动雷达导引头,在对方雷达关机之后,将会因为辐射源的丢失而无法攻击。 但是在配备主动好米波雷达导引头之后,即便对方雷达关机,导弹人们依据惯性制导飞到目标区附近,并开启主动雷达搜索敌方的雷达车,实施精致摧毁。 这种主被动联合制导方式,是反辐射导弹,可以对付多型雷达,即便是米波雷达也可以被锁定,虽然反辐射导弹,被动导引头,无法搜索到米波雷达的信号。 但是只要预先侦测到对方米波雷达的大致位置,导弹人可以使用毫米波主动雷达进行搜索攻击。 米波雷达体积,大一被毫米波导引头不惑就技术角度而言,印度的新型反辐射导弹,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领先的。 特别是它所具备的对付米波雷达的能力,也是美军正在研发的方向。 据中电科分发所专家吴金吉教授称,美国海军为了对付中国的米波雷达,专门向国会申请了1比5亿美元的经费,以研发新型反辐射导弹和干扰设备。 而美军新型反辐射导弹的思路,也就是采用主被动原核导引头,并利用动主动雷达成像导引头对米波雷达实施末端搜索。 现在看来印度的新型反辐射导弹,是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,这也确实够印度人交易回了。 不过印度试射成功新型导弹,并不代表着它就能复制以色列的成功,能对中国的各型雷达,特别是米波雷达构成重大的威胁。 对此军事专家的解答是,中国不是叙利亚,叙利亚从中国引进的米波雷达,之所以被以色列炸毁,是因为叙利亚只是采取了消极防守战略,而且对雷达的防御配置也不到位。 但是,如果和中国对抗,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,反着积极防御原则,中国军队会首先动用带到导弹,和巡航导弹突袭敌发机场,敌大部分战机还没有起飞,就会被消灭在敌面。 即便有少量存活的战斗机,能够带弹起飞,但面对牛歼二十,歼十六以及入境机,陆基雷达组成的天罗帝王,敌机将是飞额头火的下场,对中国雷达发射反不是导弹的机会,将是微乎其微。 歼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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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